大家好,歡迎收看音樂盤理學世界 我是節目主持張文堅 我是節目主持那次議員 文堅,你知道這個世界大概有多少個國家嗎? 不是就是中國和美伊國以來的國家嗎? 當然不是,世界我怎麼會知道這兩個國家呢? 世界大概有195個國家,而今集我們就會介紹埃及 埃及跨越亞洲和非洲,但大部分位於北非地區 而它的首都開羅,坐落在尼羅河三角州頂點以南約14公里處 它不單是全非洲最大的城市,亦都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而全埃及第二大城市,阿力山大城,是一個沿海城市 它在地中海附近,以及一個T型的半島上面 它曾經經過羅馬和英國的管轄 而埃及的氣候是熱帶山莫氣候,經常都受北風影響 東日是有很強的風暴,而夏日溫度會高達30度 高雨量極少 好了,那我問一下這個問題 既然埃及的文化局是悠久 不知道它的音樂風格是甚麼呢? 埃及的音樂是屬於中東音樂風格 那它與西方音樂有甚麼不同? 中東音樂和西方音樂的最大不同之處就是 西方音樂會將一個八度音程分為十二個滑音 中東音樂就會將一個八度音程分為二十四個滑音 不如我們一起欣賞一下,有中東音樂的音樂 好呀 中東音樂的音樂 吉他指定的音樂 充電 吉他指定的音樂 被人聽到的音樂 被人聽到的音樂 摩托 中東音樂 被人聽到的音樂 被人聽到的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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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這裡做什麼呀? 中東音樂實際很好聽、很特別 所以我一定要叫聽下去 唉,不過這集的時間又到了 不如先等下一集吧 拜拜